我要避免有很多的基層的书记官 他明明受到不合理的待遇 但他却不敢站出来 因为你只有一个人 你站出来解决有问题的人很简单 但当我有一个超过7000人的粉砖的时候 你要解决我就很困难 37岁的陈敬业是脸书粉丝专业靠北书记官小编 他也是书记官 2013年他在台中地检署任职 带过研考科、葬物库、纪录科 还承办当时国发会的科技发展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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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当时的女朋友协调的结果就是 为了要给彼此有更多相处的空间 调到台北来 来到台北地结束 陈建业暂时可以喘一口气 因为自己的经历 他决定着手争取书记官的权益 我在台东地检署的时候就非常清楚的知道 在实务上书记官的工作条件跟工作待遇 他有太多的状况是违法的 当时就在我心中蒙下了一个种子 我想要把这个违法的事情 我要把它纠正过来 但我不知道我一个人能够花多少的力气 那他既然是有固定工时的 那长官们你就有义务把业务控制在书记官 法定的工时范围之内可以完成 而不是不断的增加业务增加流程 增加专案增加值班 让书记官没有办法在法定工时之内把工作完成 所以要求长官们还给书记官正常的上下班时间 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尤其是记录书记官 他因为他是配属在个别的法官跟检查官 所以个别法官检查官的刑事风格 跟他的人品跟他的态度 会直接影响到书记官的工作环境 正常的工时还给我们 正常的业务 还给我们 我帮他对抗的是这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可以突破工会法里面 禁止公务人员组工会的法律的限制 可以让公务人员或是书记官 也可以有自己的工会团体 我们可以团结起来 于是他在去年四月 整理脸书粉丝专页 靠北书记官 他并投出媒体凝聚书记官的详心力 此外他更挺身而出对抗这个制度 针对违法的部分 直接提行政征送 我现在目前有两件行政征送在负责程序中 一个是值班应给付加班费的部分 一个是加班补修 如果到齐了书记官修不完的话 应该要可以转成加班费的部分 所以我在今年二月的时候 我就跟我的长官讲 就是我会拒绝加班 那拒绝加班有他的法令依据 他的法令依据就是根据加班费制交易的规定 加班必须要长官事先核实指派 所以我当时是跟我长官讲 在我收到事先核实指派加班之前 我拒绝加班 犯人重要的是我业务爆掉 那这个庞大的制度 我直接长官来讲 他不是单一个家 我单一个鼓掌 能够抵挡 所以当今天我要继续 抗拒加班的话 我不会受伤 但我的家 我的鼓掌会受伤 那新法通过变成无上限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说 我这样子的一个抗争方式会有问题 再加上我刚刚所讲的人情上的考量 这样子的一个抗争 我后来就自己把它终止 而经过一年的经营 靠北书记官渐渐形成一股力量 今年4月 揭发一名女书记官致死 引起社会震撼 陈梅金法官 据士林地院的学养姐们告诉我的 她就是一个长期在 对书记官不友善的一个法官 那当时这一位自杀的书记官 在配处她的时候 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后来 因为这个原因 加上她的家里的因素 所以她选择离职 那回到职场上的时候 她在面试的时候 受不了面试长官 对她的闲言闲语 批评跟不信任 所以在情绪上无妨复合的情况之下 然后做了伤害自己的事情 这篇po文引发社会关注 更让检委决定 分案调查陈梅青 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 非常感慨的事情是 法官家官队 所配属的书记官的霸凌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 书记官长久来的噩梦 开庭的时候如发书记官 你已经当虽然当这么久了 为什么你打载这么慢 你不知道底下在等你吗 所配属的书记官 累撒办公室这件事情 在去年跟今年不断的发生 北奸长官不知道 当事书记官的科股长全部都知道 如果协调沟通有用 我现在也不用辞职 我一等书记官 我一个月六万块 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里 就是因为她劳动环境是 是一个非常恶劣的劳动环境 眼见书记官遭欺负的事件 不断在办公室上演 陈建彦无法忍受 这样的劳动环境 今年8月底 毅然辞去书记官 我曾经有一次开玩笑 来跟我妈说 如果我家人生了小孩 我的小孩如果敢当书记官的话 我就把他十字剪斗 这一份所谓的除文书的工作 变成是一个压力非常非常大的工作 压力来自于 他会有无限长的工时 压力来源来自于法官 检察官的人品跟脾气 会决定了一个书记官的工作环境 压力来自于 目前在台湾走向民主法治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确会科与公务人员 更多更多依法行政的义务 我们却没有相对应的 给他更足够的人力 举例来说 根据法院组织法的规定 检察机关最低的法定原额是一万两千多人 但是目前的预算只给了检察机关 六千多人的预算而已 离开书记官一职 曾建业的下一个人生规划是律师 但他仍坚持替书记官争取权益 把正常的工时还给书记官这件事情 坦白说法令不是没有规定 而是你法官检察官要不要配合 科股长要不要助纣为女 以及个别的书记官 你愿不愿你敢不敢实践到 就直接下班走了 所以这牵扯到了书记官本身的 劳动权的意识 不论是法庭还是侦察庭 在开庭的活动的笔入执掌权是书记官 所以如果今天法官甲官在开庭的时候 违反了法律的规定 或是在开庭的时候 不管是辱骂当事人还是辱骂书记官 只要书记官鼓起勇气 把刚刚法官甲官所做的辱骂的事情 霸凌的事情或是违法的事情 敲在键盘里面 会痛的是法官甲官不论就是 权力不会平衡掉下来 装睡的人叫不醒 所以你必须要清楚知道 尤其是你是法律人 我不会忘记我当初站出来 争取书记官的权力的初衷 我不管我在哪个岗位 我自限制书记官也好 我离职后也好 我未来穿了白袍当律师也好 我就是会秉实的初衷 去争取捍卫书记官的欧龙权 知道你们哪一天你们喜 你们哪一天你们愿意放弃烤鸡的素食 你们哪一天愿意挺身而出去 去面对掌官们不合理的情绪 事物分配的时候 就来找你们 我们一起努力